法国黄贝新示威运动从去年11月份爆发以来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平息下来 而为了安抚民心还有平息黄贝新示威浪潮 那法国总统马克龙从当地时间星期二开始呢 就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 他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些各种不同的辩论呢 去听取民意 而这些全国大辩论呢会直到3月15日才结束的 不过这个大辩论才刚开跑的第一天 马克龙就说错话了 为了平息黄贝新示威浪潮 法国总统马克龙 前往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小城镇 正式启动全国大辩论 马克龙在当地官员的迎接之下 与不同市政的市长和地方官员展开对话 马克龙认为黄贝新运动是一个可以让政府进行改革的机会 他也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 不过在辩论的第一天 马克龙就已经失言 他说是穷人搞砸了国家体制 结果惹来了示威者不满 而在场外迎接马克龙的 还有大约300名的黄贝新示威者 他们与警方发生推撞 结果被警方以催泪喷雾缓击 大部分示威者都不看好这场大辩论 认为马克龙只是在拖延时间 最终是不会讨论出什么成果来的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不少示威者的主要诉求 与政府的辩论主题完全不同 双方明显存在分歧 而民调也显示 高达七成的民众对辩论并没有太大的期望 这场大辩论是否能够跨越纷争 让社会达成真正的和解 法国政府还有相当多的具体工作需要推动